來關心中華職棒的消息 今晚在台中洲際棒球場的比賽是英語延賽了 那因此呢 今天就只有進行台南的魚眼石大戰 對 那這場比賽呢 雖然統一師隊一度是取得領先 不過呢 Lamigo在棄局上半是攻下了4分的大局 也奠定勝機了 中場桃園就是以8比7贏球 終止了2連敗 統一老將張自強和隊友一一擁抱 打了12個球技的張班長 在這場原師大戰賽前舉辦隱退儀式 接下來他就要拖下統一師球衣 回到故鄉花蓮的三名國中代棒球隊 只是暴力圓打線的凱路先鋒 詹志堯很不給面子 才看了第三個球 就敲出首局首打席拳來打 結果 Oh my God 看到了隊友開轟 第三棒的林志勝手也癢癢 隨後跟進 開局就得到2分 桃園有了一個好的開始 雖然統一下個半局 馬上打破鴨蛋絕回1分 不過三局上半 桃園也不甘示弱 又將比數擴大到3分差 眼看這樣被壓著打 也不需辦法 二三壘有人的局面 羅過龍敲出中外野方向 平飛安打 送回壘包上的2分 5局下半再接再厲 同意一舉攻下超前分 領先被對手給要去 鮑利圓打線怎麼會同意 趁著廖維洋體力下滑 連續投出兩個保送 隊友的手臂還火車過山洞 LAMIGO首次一來 就算換頭也擋不住 再敲兩隻安打 這個半局桃園一口氣攻下4分 再度要回領先 即使市軍七八兩局力圖反撲 不過最後還是沒能撐回比數 中場桃園就是以8比7 爆了前一天被再見全壘打的 一件之仇 有電 TV 綜合報導